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2日21点21分联合新闻网综合报道有网友在脸书抱怨替公司同事订便当还遭嫌弃 逼气之下统一订购同样餐点并贴纸条怒呛 图结自保怨公社分享不论是在校园或职场中帮忙订便当 饮料是团体生活里无可避免的事 要是在碰上他人意见一堆的情况 可真会让人大翻白眼 有名OL网友就在脸书部公开社团抱怨公社分享自己帮订便当反遭嫌弃 让他大叹吃力不讨好 陆开大绝对副公司同事 不原PO在抱怨公社气愤表示 每天神经紧绷的事情就是订便当 想便当 看菜单本 结果累得要死状况下还要被嫌弃 面对同事的各种意见 不原PO请其他人自己订又被嫌麻烦 一气之下他理智断线 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统一订购一样的餐点 从原PO贴出的照片中可见 两个便当塑胶带外霸气的写着 全部都鸡腿 炒咸的人吃大便 集全都吃面 炒咸的人吃大便 照片曝光短短几小时 就引来大批网友打抱不平 纷纷留言不吃就叫他们自己买 本来就应该这样 啰嗦的自己去订 真的 不知道订的人的辛苦 非有不少人心有七七烟跳出来分享类似经验 我之前也帮忙订餐一年 遇到有的会配菜那个不佳这个不佳 订A拿B 一年下来至少倒贴好几千块 真的最后会叫他们吃大便 之前公司会一个礼拜轮一次订便当 我都是统一叫一样的便当 管你什么菜不吃 帮订过饮料 去冰拌糖 少冰围糖 少冰少糖 围冰围糖 去冰无糖 少冰拌糖 还有温的 分享分享留言烈意